請陳慧文議員執行 時間45分鐘 謝謝主席還有我們市府 包括我們陳局市長 以及各局處的主管 因為他PowerPoint還在弄 我想這個議題 首先我想要再跟我們的警察局局長 然後再來探討 因為在這個保安小組的時候 我也有提過這個問題 就關於車禍的時候 我們現在以高雄市的做法 就是以我們的初判的一個狀況 然後就去認定是不是有違規 這個車禍的事件發生 當下是不是有違規 然後就當為這個開單的依據 那時候講完之後你們交通大隊 也有回函給本席 那講的內容都是依我看都是官話 都是官方文字而已 根本對於整件事情本席要探討的 是沒有任何的一個關聯性 那我那時候講 我覺得我們現在市政府感覺 好像是在跟民眾搶錢 然後接著各種的這樣子的事件 然後只要能夠搶錢就盡量搶 這是民眾對於車禍事件發生我們交通大隊 處理的一個目前一個很大的觀感 我覺得這無疑是增加我們警民對立的這樣子的一個印象 那我特別呢 叫我們的服務處然後再針對這個議題 然後再去深入的探討 因為我們的交通大隊也跟本席回覆 是因為呢警政署有一個公函 然後呢裡面呢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指示 所以認為說如果在車禍發生然後呢 只要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違規事件 就要開單 這是我們交通大隊的一個說法 那我先讓各位來看 這個我們去調查外縣市的一個做法 那因為有的外縣市我們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去調到 那我們就調到台中桃園台北 那我們現在車禍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高雄市以出判表為準就開單了 只要你是他認定有車禍事件 認定有違規事件 台中市呢是車禍鑑定為主 出判表為輔 那桃園市呢是以車禍鑑定為準 車禍為準 台北市呢是以車禍鑑定或者法院裁定之後 再來去認定去不需要開這個罰單 所以我這個首先就對我們交通大隊的回覆 就第一個有疑問 然後第二個 我們高雄市車禍事故的一個舉發數量 我們明顯 我們明顯高雄加很多 以我們的發聲數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調到其他縣市出判的一個數目 但是呢只能夠調到發聲數 所以呢我就以這樣子為基準 我們的發聲數跟我們後來來舉發開單 車禍事件的開單的數目來講 我們都高居不向 我們像我們一月就佔了五十六趴 二月呢只要發聲車禍然後又有開單 就佔了六十二趴 到三月呢車禍然後有發聲是四十五趴 四月呢聽說十四趴並不是說開單降數 開單數降降低 而是說來不及作業 我們的承辦人說還有很多案子在他們的手上 還沒有作業完畢 所以呢你看到的這個十四趴並不是良心發現 我們再來看台中 台中的發聲數是一萬一千多一月 然後呢開單才七趴 二月三趴 三月十九趴 四月二十四趴 我們基本上都是四五十趴 六十趴 他們是十幾趴 好OK我們來比照 我們常常跟他們做對照的台北市 台北市一月呢是三十四趴 二月三十六趴 三月三十三趴 四月二十七趴 都是在三成左右 這個明顯 明顯我們高雄市政府交通大隊 對於違規 對於這個交通車禍之後 所開出的法單 明顯跟其他的縣市就是這麼大的落差 齁 所以才導致現在有很多的申付案 齁 因為呢他開完單之後 民眾覺得不服齁 齁 然後呢再來做申訴 齁 我們申付案增加了很多 也造成我們基層 呈承辦人也很大的困擾啦齁 齁 那 我一直在強調的時候說 我們的交通警察 他是在處理車禍 事故的當下 但是他並不是鑑定單位 但是他能夠依照當時發生的狀況 做一個初步的 齁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解釋 好論述 然後呢 讓 之後的 車禍雙方兩兆 齁 可以針對這樣子 他們初步的一個了解 然後呢能夠來做協商協調 齁盡量 不要再造成司法單位的一個 齁 後續的一個工作量齁齁 所以其實在車禍誰都不願意發生 但是呢齁 發生了 就是要解決齁 齁 但是呢畢竟我們交通警察 並不是齁 最後的一個專業人士 可以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財事齁 齁 齁 我在這裡也很多的質疑齁 齁 車禍鑑定齁 齁如果他的初判齁齁齁 齁 跟最後 最後的 車禍 車禍的初判 跟車禍最後的鑑定 是有落差的 然後呢 民眾因為呢 要來跟我們 齁 我們的交通大隊齁齁來 來做 生復後來他去鑑定 那鑑定結果 欸確實 是 當下是沒有違規 那我 真的不曉得 是不是我們還要另外去編列預算 去支付這個民眾他所 申請車禍建立這三千塊的鑑定費 我想這個 常常都是會 造成很多後面的一個困擾 跟大家對這件事情的一個 不愉快 為什麼要提出來 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常講你們的交通大隊講說 他們是認定無語之後 才開單 但是我們實際發現 確實不是如此 我們發現 就很多的爭議性的東西 很多爭議的交通事故 你們也一樣有在開單 我來舉個例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看 常見的爭議道安的 處罰的樣態有很多種 常常就是 其實在觸碰的時候 我們有講說 這個 轉彎車道 轉彎車道或變換車道 沒有使用方向燈 或沒有注意 這個行人 然後沒有減速慢行 這個也有可能會發生車禍 在回車的前 或者沒有依照規定 暫停 或是顯示左燈 或不注意來車 也會發生車禍 到車的時候 不注意其他車輛或行人 也會發生車禍 然後 汽車在行駛的時候 駕駛人 沒有注意到 間隔 也會發生車禍 但是這個有時候 在發生車禍 之後 裡面都是 這個都只能夠 初步的去 去判斷 當下是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是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沒有人知道 除非我們有行車紀錄器 這個都是 在 我們遠景 只能夠在事件發生的當下 去 自己 當 這個 扶爾 扶爾摩斯 然後 初步的去研你而已 初步去判定而已 但是 實際上是不是如此 沒人知道 所以 先放影片 給我們 看一下 一段影片 那等一下我問局長 這個影片 你覺得 是不是 有違規 好 停 好 等一下局長 你問一下 這樣子的事件 是不是有違規 是不是需要開單 那局長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個造勢的一個舉發 本來 我們 可以根據 這個初判 也可以根據建立以後 來舉發 這個都是 合法的 那 至於針對個案 剛才議員所 所講的 那個要尊重現場的處理的人員 要尊重現場 而且相關的一個證據 他們會做一個測量 會做一個收證 來做一個判定 到底有沒有造勢 所以 剛才我們那個比例 完全是按照這個法令規定 就是說那個造勢責任 很明確的 違規 很明確 譬如說他酗酒 為戴安全帽闖紅燈 很明確的 很明確的 我說沒有戴安全帽 或者是說 很明確的 寵紅燈才發生 然後有當時 當時可能有行車記錄出 都有拍到 這個都沒有問題 這個 我現在是在跟您討論的是 有 爭議性的 並不是有當下 有很明確的證據去舉證 然後是 模擬兩可的 這樣子案子 像剛剛那樣子 如果依您的 觀點 需不消 是不是開單 如果是有一些爭議的 那現場 的人處理的人員 或是募集 募集者 他沒有辦法判定是有確實有 這個違規的部分 那這樣我們同意 這個鑑定以後 鑑定結果 再鑑定結果 所以你也是逼重糾情 我要跟你講 因為你一開始 你剛剛講是事後 如果有爭議性 是等車禍鑑定之後 再來處理 但是抱歉 你的交通大堆 說這就要是開單 有問題還要來講 你們要先開單 有問題還要來講 現在你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我一直在跟你探討 總之中有爭議性的東西 不要先 論觀 蓋棺論定 總有問題不要先蓋棺論定 這個可以檢討 我們可以檢討 車禍鑑定完之後再來探討 這個是可以的 這個時間是可以等的 但是目前是你們的交通 絕對沒有緣一段 他沒有緣一段到最後 他說這樣就是 拚那都頭正 所以拚那台車就是要開單 我現在一直都跟你探討 所以你們 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你們的身負案件 現在真的多很多 基層的承辦人員 也真是 很苦惱 因為突然 講白一點 是突然這個交通大隊的大隊長 做這樣子的一個明確的指示 只要出判表 覺得 覺得他是 有違規 就開了 先開再說 寧可措殺100 寧可措殺100 不願意放過一個 這是目前 民眾對於交通大隊 處理車禍事故的這樣子的一個觀感 這個民眾對立現在真的是有在提升 我覺得 我就是要跟你探討的這個部分 所以 你跟我都看到那個影片認為說 這個 這個應該還待後續再來做處理 但是你們競爭打下去 你們就說後面的問題 你們再來申訴 給議員報告 站在警察局的立場 沒有特別說要求 一定要出判 我們嚴謹 現場處理出判 他就可以 根據他的 出判的一個結果 來開划 把這個違規 我要跟你探討是這樣子 所以 如果這種情形 我們會繼續來檢討 因為給我在保安 我本來這個議題沒有要再講了 但是因為你們的回覆 是真的很官方文 我一直在跟你探討 我們跟人家的數據真的差很多 表示說 你們現在是 神德寧可 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 這是目前你們的做法 所以呢 我也都 叫 再深入去了解這個議題 確實 數據就是顯示這樣子 不是民眾的觀感而已 數字就告訴我們實情了 我想要跟你 就是探討這件事 希望說這個你們在 內部 再去討論 不應該是這種態度的 我真的覺得是 等有爭議的東西 不是很明確的 還有待去 做最後 建定的 應該是 等到最後再來 論結果 我想這部分請局長能夠 回去 來 去研辦 來 有關於 這個 社會救助的部分 本席也是一直都一直探討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現在我們的社會形態真的很多種家庭 真的是越來越多元 產生了真的有很多的樣貌 我們有先 針對我們的中低收入 以及低收入戶 現在各個 申請案 的一個樣貌來 做一個 稍微的統計 那我們發現來申請中低收入跟低收入戶的 大部分就是單親家庭 然後或者呢 他是 我所謂的樣貌這個部分 是單親家庭 但是 這個是說 沒有 可能他在申請的過程當中 又發生了一些 這樣子的一個認定上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導致呢 沒有辦法 好 去申請所謂的中低或是低收的這樣子的一個樣貌 然後 或者是 跟 沒有跟父母 或子女同住 但是是在同一個戶籍裡面 好 那 這個 這個就是指說 父母 跟這個 其中的一個 跟子女是沒有同住在一起 但是戶籍在一起 那 這個樣子的 一個 子女的 所有的子女的薪之所得也都要認定 或者說 這個父母只跟其中一個子女 住在一起 那 這個 跟他住的這個子女 生活狀態也不好 所以 必須要申請中低或低收 但是 所有其他的 旁系的兄弟姐妹也要激烈 來 就是 他離校之後 離校之後 然後呢 他要等待服役 那這個服役的期間 空窗期很高 這樣 不好意思 他在那在等的時候 雖然 他在等 還不然他沒辦法去找工作 這時候去申請 這個社會救助 他一樣要激烈他的一個薪之所得 或者說 他實際上 他現在 有哪是低薪一組的 但是呢 我們的 社會救助法的薪之所得認定 他 還是要到25k 就是2500 但是他實際上可能只有20000而已 現在也是有的 或者他沒有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申請薪之所得 但是他實際上 領不到這個數字 但是一樣以25k 然後呢 或者說 他的債務 被查封 那資產呢 也還沒有拍賣 在這個過程 這個空窗期 他有哪 抱歉 他在這個時候 來申請 社會救助 他有哪要激烈 他的財產 虛然 他現在有財產 有債務 打賣了 但是抱歉 這個時候 申請 他有哪要算的 還是說 他有資產 還要在台北省 那你也抱歉 也是算那個總資產 那個北省的債務 不想 所以 這個部分 真的有很多 壓冒多元性 所以造成有很多的 我們的基層的 承辦人 不管是理幹事 或者是 社會課的承辦人 真的 每一個人對這樣子的一個認定 其實都有各自的 一把尺 所以 我講白一點 有時候就是 會各自為政 那這個議題 本席也有在 我們的 那個工作小組上 也有 提到 工作報告上 也有提到 但是 回復 回復的時候 也是一樣 就是說 他們 每兩年 每一年 都會有兩次 會請我們的 社會科 來做 這樣子的一個 講習 研習 然後 跟他們 跟他們 叮嚀 然後有一個 撤子 然後給這些基層的 這個社會科的同仁 然後去 去做這樣子的 參考 那 我為什麼一直還要一直講講 講再講 因為真的還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我舉個例 就是說 配偶 就是說如果 夫妻離婚了 然後呢 前配偶 的撫養費 那 一般來講我們認為說 OK我離婚了 我歸屬是媽媽的健護權 爸爸也 也有 那個 義務要撫養嘛 但是呢 目前來講 有的 有的 承辦人他是說 只要提取 只要到法院去訴狀 他就認定了 他就認定說OK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是確實他們 可能會有爭議他沒有 他沒有真正的撫養 就會認定 但是呢 有的 承辦人他一定要等到 法院裁決 法院裁決 這時間 就再撫養了 我想 這個都是我們基層 的承辦人有時候在認知上的一個差異性 然後呢 或者說 我們有的人 有的承辦人認定說 提告人就是爸爸或媽媽 就是 就是來做 做申請人就可以了 但是呢 有的 他就要求說 不行 你這個爸爸或媽媽不行 你要小孩子來告 來告不撫養的那一位 所以 常常會有產生很多很多的爭議 這時候工作都會落在誰的身上 除了承辦人還有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就接了很多這樣的層次案件 因為 我想 他有時候這些都是比較弱勢的 他有時候他 經濟水平不好 不好 但是知識水平有時候其實 也不足以去支撐他去申 申請這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社會救助 所以 常常 他們第一 第一想到的就是民意代表 所以我民意代表的 要經常接到這種案件 那幫他 那幫他 我們不還要幫他什麼塑狀呢 我也是還要幫他 各個苦工作 各個這個 宣伴人的認定都不一樣 各個突破 各個去溝通 我們的工作量真的增加 增加很多很多 我想 為什麼我會一而再再而三 然後 不勝其反的一直在探討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 這樣子的案子 到後來都不是直接 申請人 去跟你們 承辦人 去溝通 因為他跟你們溝通沒有用 因為有很多 是他們沒有辦法去跟你們論述的 然後 然後到後來工作量都是在我們 民意代表的服務處 這是實情 那 我也跟社工 來講說 因為這個申付過程 常常 他申付過了 他申付 他沒有申請過 他沒有申請過 他要去申付 然後又被退回來 然後呢 又申付 又被退回來 當然 你們的申付期都是六 六十天 兩個月沒錯 但是呢 六十天 我 第一次 我被你打回票 我去申付 六十天 你把我退回來 我再送去 又六十天 你懂的意思嗎 並不是說整個案子通過是六十天 不是 我只要一申付 你就重新計算 這六十天 所以常常 我們申付案件過的機率也蠻高的 所以 我就是 一直 對這樣子的 的議題一直 又再 就是說 既然我們申付會過 為什麼一開始的認定 就不要大家是統一的標準 然後 比較快 就是 就是基層的這樣子的一個 基層訓練能夠做的確實 而不是等到申付的時候 再來做最後的判斷 造成大家很多很多工作量的增加 不只是承辦人的工作量增加 民意代表的工作量 服務處的工作量也真的增加很多 我這裡有 很多 就是針對目前 你們常常各個承辦人會有一些 有一些對 這個觀念上 有一些不同看法 我想 最重要的是社會救助法的五三四條 跟 五三九條 救助法的五三四條跟五三九條 我們現在看五三四條 沒有跟單親家庭 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 無撫養事實 且 未行使負擔 其對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的 父親或母親 那五三九條 因其他的情形 特殊 未履行 撫養 義務 以至於申請人生活 陷於困境 經過直轄縣市 主管機關 仿視 評估 以申請人的 最佳利益 為考量 我想 這個就已經 有很多的案子 其實 尤其是五三九條 他已經給我們的所有承辦人 已經 最大的一個裁量權 一個最大的裁量權 他 只要你認為是 對這個申請是最大的利益 其實你就可以去裁定 而不是 先用 大家用不一樣的標準去看 然後之後 勝負之後 再來處理 我想 因為你們常常跟我講 就是說 因為他不滿什麼 他不符合什麼什麼規定 所以呢他不能過 但是呢 我就講了 現在的藥貌真的很多元 那很多人其實也給你們的基層的承辦人 有很大的一個 行政裁量權 但是 目前行政裁量權的使用 每一個人方 每一個人認定不一 不一 真的不一 那不一的狀況之下 真的就產生了很多的民怨跟困擾 所以來我們來看 尤其還有一個 在社會救助法裡面有爭議的處理 我這個列舉都是你們現在基層的承辦人 彼此之間的認定不一的東西 有工作人力 然後呢 16歲以上未滿65歲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可以排除他的工作人力的認定 這個在我們社會救助法 母法裡面就有很明確的規範 母法有明確的規範 然後這明確的規範 但是我們在實際上的操作 又不是如此 我們實際上的操作 我舉第一個例來講 25歲以下 人來在國內 就讀空大 或者到大學院 院校以上進修學校 在職 專班或學分班 然後 或者夜間或假日上課的 這些 都可以列為 沒有收入的 但是我們的做法現在是怎樣 是 要打工 好好打工 因為現在我們有規定嘛 打工也是要 要那個 勞保嘛 也是要投勞保 那投勞保 我們就一於投勞保 就要計算他的 薪資 他的投勞保 因為會去打工的孩子表示 他真的經濟力也不太好 他是 利用他的 客餘 然後呢去賺一些零用錢 但是呢只要有賺這個零用錢 我們就是 把他算在他整個家庭 裡面 所以 我覺得這樣思維啦 我們可以探討一下 雖然他有在探錢 但是他又在投勞 我們的母法裡面也有規定 也有規定說 這樣的孩子 還有在投勞 這樣的孩子 其實他可以算為他沒有工作能力 那為什麼非得要他去打工的錢 你也一定要算進來 現在在我們實際操作就是有這樣子的計算 所以這個都是很有爭議的東西 有時候就因為這個孩子去打工 導致呢 這個家庭要上升 要上升這個 中低或低收就簽不過了 就叫他這個打工 這樣你是要叫這個孩子不要打工嗎 你是高雷這個孩子不要打工嗎 那他打工還可以幫助他的家庭多少 我覺得 母法有這樣的規範 為什麼一定 還要有我們 另外 的一個做法 我想這個都是可以探討的東西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 我沒有一一的來 針對這個內容再去 做討論 然後 在我們的現在的 社會局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爭議的處理 我想 剛剛我有舉 幾個樣貌 那 在這裡還有 就是說 我剛剛有講 534 539 他其實 他就可以包含了很多 而且是給我們的 社工人員也好 或者 基層承辦人員就很多很多的一個 材料權 那我再看 其中這個樣貌 申請人 跟其他的家庭成員 失聯 的老人 或者沒有工作人力的身心障礙者 然後 然後應付 撫養 醫務人 無法 巡獲 無力 撫養或拒步履行 撫養 義務者 我們 他裡面 這個其實539裡面有規範 但是呢 我們的實際做法呢 就是說 一定要叫 這個 要去 去 舉證 去舉證喔 他就找不到這個人啊 他要怎麼去舉證 他要怎麼找就找不到這個人啊 他要怎麼舉證 要不然呢 不然我們 五個月的時間 可以去處理 五個月的時間去處理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 只要你 為什麼一定要這個 這個時間 然後五個月給我們的 公部門 然後去幫忙協群 或者你 當事人你自己想辦法去去尋找 找不到再來說 那五個月的時間 這個當中 這個當中他的權益 又停頓了五個月 我想 這部分真的是有很多需要再去探討是我們 基層的承辦人 或者我們 可以 社會局可以去做 做一個 做一個 同盤 然後 能夠幫忙解決的 因為我們才有相對的 這樣能力去做這些事情啊 這些人 他很多他沒有能力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服務處真的 我沒有騙大家 我們服務處真的還幫很多人寫的塑狀 都是免費的塑狀 免費的 這些 就只是為了申請 為了申請這些相關的佐證證據 這個部分都不是我們社會局在做 變成 我們服務處 在做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事件應該大家要來坐下來看探討 怎麼去去解決 我想 這些真的都不是這些 基層弱勢的人他有辦法去做的東西 但是我們都一再再而三的要求他們自己 去提供 去提供去申請 然後 去處理 所以 我們的社福機關對爭議的處理 就是 包括 如果 申請人一救助申請 申請四項 虛檢付金 去工作調解 紀錄或法院訴訟文件 其實他證明文件的相關資料的佐證 這是我剛講的嘛 然後呢 還有 不履行撫養義務的規定 這個也是一樣 都是要我們申請人來做這樣子的訴訟文件 然後我們常常講說如果你沒辦法你就是去訴訟 你就是去訴訟 我想 聽到訴訟的在弱勢 弱勢的這些 族群他們 就頭目在笑了 然後呢 本席認為真的 這個 這個部分真的是要來探討啦 因為也還有一切要冒他 其實他的離婚 他的離婚是因為家暴 家暴 的事件然後離婚的 但是呢 等 其中一個被家暴者 他因為生活過不去要來申請 中低或低收的時候 我們一樣要叫這個被家暴者 去佐證 或者再去 對這一個 好前夫 或 前妻 因為家暴現在不只是男 女生會被家暴 男生會被家暴 去對這個前夫或前妻 再去做訴訟 然後 這個 這個 去提供這個證據 然後才能夠去認定他真的沒有對他的小孩子去做撫養 或者 這個 真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真的要再去探討的東西啦 好 好 或者他只是遵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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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人講的一些 一些觀念 所以就 一樣化 葫蘆下來 有時候真的 政策在變的時候 或者有新的 他根本也都搞不太清楚 還有 現在人口密集區 你幹事的人力嚴重的缺乏 然後 無法有效進行申請家戶的查核 好 來 第三 申請人一不同的救助項目 然後都要經過司法機關或調解機關來取得佐證資料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佐證資料 然後 社福前線人員 的橫向聯繫也不足 那 無法 無法進 進行 認定 個案的排除 造成社工的工作量也很大 所以在這裡本是真的很 很嚴重的去建議啦 很慎重 很慎重的去建議 真的 加強主管機關 就是我們社會局 執行機關也就是我們的區公所 民站區公所社會科 還有司法機關我們高雄市高雄的邵家院 三發的聯繫 第二協助因種清查排除或其他情形特殊加護進行訴訟及後續的執行 是不是你們能夠來 就是說 因為常常都是 都是變成民意代表的工作 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 社會局這裡 能夠來做一個 一個 怎樣的一個協助 第三 民權的分 承授權 讓區公所的社福業務承辦人能夠成為社會的助力 而不是主力 因為 現在目前我們看到的 都是先 重演 之後呢 再來說了 所以真的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困擾 我們就常常 常常在幫忙申父申父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做一個統一的處理 要不然 這樣子惡訊循環他是不間斷的 他是不間斷的 然後 然後 接著是 列出本市常見的樣態 以及 的 受補助 並建立有效認定的標準流程 那 如 依照 書面 舉證 暫時 及付補助 後再進行審查或抽查 跟書面審查他的基本文件 納入標準 或邀請學者及前線社工人員 及辦公廳 直接來定定本市 對社會 救助法 包含從清查時候的一個 正義處理的一個 實行細則 我想 這部分需要再來 再來做 一個 探討 哪裏拉扎的 我想 在這個部分 等一下再請我們社會局局長來回應 因為時間的 關係 我可能後面 後面要用很快的速度了 我想 我也聽到我們陳局市長現在也一直在對我們的健保費 希望能夠 他的重新的一個計算方式是 以涉及勞工 涉及勞工的補助這樣子的計算 我也很贊成 那我想 除了台北市以外 其他的 其他的縣市大部分都是涉及勞工 那這樣子的一個計算方式的補助 的計算是 對 台北市以外的縣市 是比較 比較合情合理也比較符合 正義的 那 我們健保 排富 我也要跟 我們陳局市長 因為 確實從 105年開始 有很多老人都到服務處來 來 陳情 因為我們是 從今年開始 我們有 這個 排富 年所得 所得稅率 角5%以上的 就不予補助了 那之前 之前是比較寬鬆 之前是20% 是不是 那 這樣 社會局有統計 大概影響的是六萬九千 多名的 老人 那 2700的身心障礙者 那 如果 如果零有中 輕度 身障 正名的老人 仍然會補助 然後 全戶所得 是12% 是12% 連鎖在117 17萬以下的 這個也會補助 但是不是全了 那 到 去年底 比我們高雄市的老人有35萬 所以 影響的 我們有35萬 但是影響有6萬9千 那等於說將近有兩層的 老人家會有受影響 那 我也很 支持 陳局市長 認為說這個健保的東西真的要重新 好來 要去符合 公平正義 所以應該是用 用涉及勞工 而不是非涉及勞工 那 你看我們 以這樣子 非涉及勞工計算 我們跟台北市真的差 差天和地 我們只補助了44億 那 台北市 358億 這個 相差了八倍多 這個是 不符合公平正義的 那 尤其我們在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又成就我們原高雄縣 這樣子的 因為原高雄縣的 健保 是中央補助嘛 但是因為又 合併之後 全部也都是 高雄市來 去負擔 我想 這樣 這樣 重大又增加 那 現在 說 我也有了解 包括台北市 藤紅市 他們現在 他們 各縣市政府對於老人 他的補助的狀況 現在台北市 他還是以20% 就是說 連鎖得 他交水 交超過20% 還沒有補助 20%他還沒有補助 但藤紅市也是一樣 所以 這裡有列舉 全國老人 健保補助 有的部分是衛福部來補助嘛 然後 七十歲以上 中低收入 是衛福部 然後 中度 二分之一 如果 他是中度的話 是二分之一 但是重度跟緊急重度 都是全了 那 離島是 六十五歲 離島是六十五歲以上 他有全額補助 那其餘的 大部分都是 六十五歲以上 的老人 或者五十五歲以上的 原住民 大家都是以大概這個標準 年紀來講是六十五到 六十五歲是一般的 老人家 五十五歲是原住民 一般都是用這樣的標準 然後呢 我們現在 高雄市是 如果說 滿一年 住在高雄市滿一年 以上 輕度 中度 身心障礙 這樣我們也是有補助 全部補助 這是我們 對於生臟者 還有這個部分 的一個 補貼 來 就說 因為 我們剛才在說 因為我們以前是那麼寬鬆的 然後 虛弊 就說 那麼嚴 真的造成很多老人 他真的沒 因為他一直想說 他六十因為一般都是存在原來的印象 六十五歲以上 他就不用繳監補費了 不過呢 他好 他就等到六十五歲了 結果他還要繳監補費 他的 公開一方面是他的孩子財政 財政說他孩子就賺錢嘛 所以財政 一方面 他就說 這是 我 我犧牲奉獻一世人 到我吃牢了 我一直在 等 政府 來給我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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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感 他們 來反應的我聽起來都不是因為 生活狀態不好 是因為失落感 已經會說 我 以前都這樣 為什麼我運氣 到我的時候就沒有了 我想 這是很多老人的一個 心聲 所以 這部分 確實有很多老人也會到服務處來講 是不是 能夠再來重新的來思考 因為 就是長久下來 我們 大部分 他們 的一個期待 一個 本來的一共節期待子在那 突然降下來 他們確實有很多人他是有失落感的 我想 這部分也是提供給我們 給陳菊市長 市政府能夠再來 思考 所以 排富的門檻是能夠降低來落實老人福利 第二 希望能夠 爭取在籍勞工的健保補助 然後 因為之前很早之前 營業稅跟貨物稅 一二十年前其實他曾經是地方稅 我們曾經去算過說如果這兩個來譽住在地方稅 其實 對我們地方政府其實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助力 我想這個都是可以思考但是 還是 是政府配合我們的黨籍立委 我們的 地方的這些所有立委 希望能夠去 爭取 跟中央去爭取 來 再來就是 但是 斜坡道他上不來他們家 但是呢 現在如果要去 設置這個斜坡道 必須 這一戶人家 他要去變更 他要去變更 那個 他的住家的一樓是 車庫 然後 要叫建築師去 申請那個死罩變更要十幾萬 然後呢 通過了之後 再去跟我們的 那個 公務局去申請 之後養工處去申請之後才能夠 跟交通局去申請 我要講的並不是 並不是交通局當窗口 我要講的是說 這樣子是不是不用 只要去現場去認定他確實有當車庫的使用 不要再去要求民眾一定要設置 一定要做 請建築師 然後去申請 這個 這個車庫的使用變更 這個使用變更一申請就是十幾萬 起條 十幾萬起條 所以 這個部分 因為以前在高雄館的時候是都用 現場認定 只要我看你民憲 你都空空你就是在做車庫的使用 確實你車是放在你家的 裡面 這樣我就現場 現況認定 那 你可以做鋪刀 你頭前第三位 不要再說公共停車隔 不過現在 現在 並不是 一定要我說的那個定屬 所以 做中也是很多困難 我也是 一直 一二再再而三 必須去跟我們 相關局處 一二再再而三的會堪 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再能夠重新的探討 再重新的思考 這個是不是能夠來做改變 後面還有兩題 那時間的問題 我想 剛剛那幾題是不是 請我們相關單位 相關的 包括社會局 包括民政局 然後 包括我們的那個交通局跟 公務局 都能夠回應一下 都能夠回應一下 來 請 社會局 導 社會局先導 好 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個 您 提到說有關 低收入戶中低降的部分的一個申請的部分 的確 因應 這些年來 家庭的結構 快速崩解 所以所有的 按照 過去社會救助法一直以來 都是以家戶 為計算的一個基準 而民法的精神 基本上也是要求 父母對於子女都要有撫養的責任 這是法律規定的 但是因為現在離婚的家庭很多 或者是失聯的家長 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變成說我們在認定上的確有很多 覺得 議員可能會覺得說很 很 法律這樣定的很僵硬 但是我們現在能夠做的 補充的一個方式 就是 變成 我們還是要先用原來的標準 先 塞過一次 但是 議員你也知道說 其實我們每一年 中低低收 這樣子 兩萬兩萬五 加起來也都將近五萬的一個個案的申請量 我們要去篩檢 那 單單我們在鳳山區 我們就差不多一年有五千 多個案子 我們要去看 那我們區公所跟社會局的人力 統整一起加起來處理相關的案子 還不到20個 所以 不是說我們不願意 每一次 篩檢下來 因為我們篩檢下來 我們現在的替代方式就是 我們在派社工去看 其實我們現在都不鼓勵 一定 你一定要讓個案 去法院告 去怎麼樣 其實我們現在 也知道那個難度很高 的確是難度很高 所以我們現在都變成說 好 那我們就是出我們社工員去訪市 出我們社工員去訪市 但是 我們的人力 所以 也要在 我們這樣子 60天之內 要把他 訪完 然後 還要評估他的一些相關的 還要了解 他的爸爸到哪裡去了 他媽媽到哪裡去了 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情形 所以其實 不是說 議員 您那邊會覺得很困擾 其實 我們所有的承辦同仁也是一直很努力的 希望用替代方案 怎麼樣可以讓他在身負之後 真的有需要的個案 可以有機會 可以把他進入 成為服務的對象 但是當初社會救助法所規定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標準 其實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 要按照這樣子的方式 來基本的一個 大家可以來 來 來 遵守這樣子的一個標準 來讓真的有需要的 的個案家庭 可以獲得需要的幫助 而且其實 高雄市相關的 低收入戶的標準 已經越比其他縣市 還要來的寬鬆了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他在這個等待的過程裡面 他沒有辦法 過生活 其實在等待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也都可以另外 我們轉接民間資源 用其他的方法 來協助這個家庭 但是基本上 我們 還是用母法 但是我們還是有替代的用社工人員 去用房事的方式 希望在第二波申訴 可以回來 如果沒有的話 第三波我們就是 用民間資源來運輸協助 我想這個部分這樣說明 OK 那個 交通局長 簡單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上一次陳議員在部門 提到 我們 也統整了 我們內部幾個單位 做一個 單一窗口的接受 減輕民眾不同單位的一個 申請程序 那剛才議員所提到的那個建築物使用執照 的部分 這個是不是要請 請公務局這邊來 來 來給你回答 公務局請 擦握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有關人行步道停車隔的圖銷 那就是回歸到我們人行協波道的設置的辦法 裡面的辦法就講得很清楚 你如果一樓要當停車 當然就是回歸到我們建築法的使用執照要來申請一樓是停車隔 按以上 好 執行完畢喔 休息十分鐘 還有那個名證嗎 名證級嗎 健保費啊 健保費是 好 市長請答應 健保費 這一個老人健保費的部分是 非法定社府啦 他不會說是 我們高雄市為了 照顧 老大人 那自己編列預算來 來補助的 那去年當然就是說 整個財政的狀況 其實我們真的必須要進行一些 改革 我們現在抓的標準 差不多六個年來講的 一年差不多七十九萬 將近八十萬的收入 那還不只扣掉免稅額 那那個 家戶的部分 如果一家四口大概一百萬以上的 超過一百萬以上的 我們才這個免扣啦 當然 進行排富之後 有些人以前 他可以 有政府的補助 現在沒有 有部分 當然心裡面會比較不舒服 但是 這一點真的請大家務必要體諒 第一個 非法定社府的 排富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一個表現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們節省下來的錢 可以去做多一點 包含未來要做長照 或者說我們因應少子化 對於我們的小朋友 能夠有多一些照顧 當然這樣的一個原則是不是適當 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其實說 市政府的方向 是希望針對 這個特別是非法定社府的部分 能夠去進行排富 這樣比較公平 當然 不舒服一定會有 我們會 再來做一些溝通跟討論 好置信完畢 休息十分鐘